光用看的仿佛就能闻到橘子香 又进入橘子盛产季节 虽然房间流传许多挑橘子秘诀 但往往一不小心 还是会买到一些酸橘子 网络上因此流传一些 把酸橘子变甜的招数 有人说让酸橘子泡个温水澡 摄氏40度开水静置10分钟 橘子会奇迹似的没那么酸了 老师老师请问这是哪门子操作 你这个橘子在40度去泡10分钟 其实是有可能导致一些 水溶性的成分跑出来 那一般我们知道 那个甘橘类的酸味来源 主要是柠檬酸 柠檬酸是不是在橘子浸泡的过程中 它有可能会溶解出来 所以导致它的酸味会降低 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呢 因为柠檬类它本身还含有一些 对人体健康相当重要的成分 比如说分酸跟类黄酮 那这些成分也都是水溶性的 那它是不是更加溶解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一般来讲维生素C对类它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在40度C10分钟的条件下 它也有可能是会受到破坏 甚至有网友分享 把酸橘子像这样放到容器里 让它们滚一滚 碰一碰 或是直接用双手轻轻搓揉一下橘子 也都能让橘子吃起来比原本甜上一些 有点类似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搓揉的过程中 是不是可以增加这个橘子本身的呼吸作用 那你呼吸作用之下基本上它是会产生热的 那你产生热以后如果说达到每个温度 当然它是有可能导致这个柠檬酸受到破坏 当然因为一般来讲它这个生化反应其实是很复杂的啦 因为你在整个的一个过程中 当然有可能还是会有很多酵素参与反应 那这些酵素参与反应的结果 当然就是有可能导致柠檬酸的含量会降低 然后让这个可溶心的糖的含量增加 最后还有些家庭主妇建议橘子买回来后 别放塑胶袋里拿出来跟香蕉苹果放在一起 说是这样做橘子会变更成熟 酸度也就降低了 我想要了解这个现象以前我们一定要先知道 更新水果跟非更新水果的差异了 所谓更新水果 比如说像那个香蕉木瓜 苹果 芒果 它们在收成以后 它们就是因为它们的呼吸作用进行了快速 那玩手的作用也会比较快 所以会造成颜色味道组织的改变 我们把更新水果跟更新水果放在一起 当然这个是有可能就是可以增加 那个收成的速度啦 但是对于非更新水果来讲 像柑橘类的话呢 基本上 它们是 那个 收成以后呼吸种是很慢的 所以就颜色味道组织来讲 它们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因为这个 更新水果 因为它在收成以后 它本身会产生比较高量的乙烯 那乙烯本身就是 对于这个更新水果 的这个颜色味道组织的变化 都扮演很重的角色 但是非更新水果 它本身它是 比较不会产生乙烯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 更新水果跟非更新水果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更新水果所产生的乙烯 到底会不会去影响到非更新水果 从过去我所看到 英雄八卦来讲 它是不容易影响的 看来想要让酸橘子吃起来口感变甜 还是需从柠檬酸下手 否则大家只能压一咬 把酸溜溜橘子咬一咬吞下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